最近大家經常在電視上都聽到插喉、搏呼吸機 究竟插喉是怎樣一回事呢? 今天就示範給大家看 我這個頻道主要用輕鬆簡單的方法 解釋一些複雜的醫學問題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也請你按訂閱鍵 按鈴鐺 太過技術性的東西 也不跟大家說太多了 因為大家都沒有興趣 我們最起碼要的工具 第一就是這個Narvincoscope 叫做咽喉鏡 主要是擠入病人的口 讓舌頭不要阻礙氣管和聲帶的位置 讓我們直接看到聲帶 將喉插進去 說的是插喉的 當然也要有一條喉 我們就要有一條endotracheal tip 即是擠入氣管的膠喉 尾部有氣球 這邊是用來搏呼吸器的 氣球有什麼用 等一下就告訴大家 一般我們做法 會用左手 拿著這個Narvincoscope 接著就滲入病人的口 接著就用右手 將氣喉的endotracheal tip 擠入病人的氣管 這個Narvincoscope 主要是幫助我們把舌頭壓低 令到我們插喉的時候 插喉的時候 主要我們要在口裡 我們在這邊看進去 要看到氣管 氣管裡面很容易形的 有一個聲帶在這裡 這個螢光式的聲帶 通常我們要把管 通常我們要把管 通過這個聲帶 入少少 在氣管裡固定 這樣才行 這個Narvincoscope 煙喉鏡 它上高其實有盞燈 這裡有盞燈 如果我們放進去的時候 那盞燈就會照到聲帶 看著就不會插錯 不熟手 很多時候一插 就插到食道 如果放到食道 你在這裡泵氣 駁了呼吸機 食道裡面就沖氣 接著就捉住胃 胃就會越來越脹 沒有氧氣加到氣管 當然缺氧情況就會越來越嚴重 通常我們會將氣管鏡 慢慢小心地滲入病人的口腔 通常這裡有一個卡位 就是舌頭後面 後面這裡有一個軟骨 這個白色的 epiglottis 叫做回染軟骨 這個作用其實是蓋住氣管 因為當我們吞東西的時候 很容易吞吞吐喉 平常有些斜斜的 擋住氣管 變成吞東西 就不容易吞進氣管 所以這個作用是這樣的 但是它在插喉的時候 就會阻礙我們看聲帶 所以我們希望用Lawingoscope 將舌頭或者活染軟骨 把它拖上一點 變成我們一看就看到聲帶 就容易做插喉的程序了 我們就小心將Lawingoscope 慢慢滲入病人的後腔 壓著舌頭 通常會在這個凹位上勾住 勾住之後 我們就輕輕將它拉上去上面 拉上去上面 這裡全部的結構就吞向上 我們就容易看到氣管 聲帶的位置 所以我們輕輕將它拉上去 拉離開了 有空位 正常來說 這個燈就會照到聲帶 聲帶就會很清楚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插喉 我們要先拿一條喉 喉我們叫endotracutip 尾尾是設計到有個氣球 氣球是固定在氣管裏面 當然我們插喉的時候 就不會打氣 這個氣球是扁的 通常要插上去才會泵氣 做法上就輕輕在Lawingoscope 旁邊那邊就把喉慢慢滑進去 慢慢滑進去 要看到聲帶要穿過聲帶 我們就穿過聲帶 穿過聲帶 氣球也要穿過聲帶 我們就把它放在聲帶 放在聲帶落一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慢慢把 Lawingoscope拿走 我們怎樣知道位置正確呢 我們可以拿一個聽筒 在病人的肺兩邊聽一下 氣喉那邊 就可以搏一個像氣球一樣的東西 就泵氣下去 聽一聽 肺兩邊有沒有聲音 如果位置正確的話 我們應該聽到 肺兩邊有空氣入的聲音 這樣就OK了 我們需要搏呼吸機 在暖呼吸機 那些氣當然希望它噴出來 然後流出來 所以我們會把氣球 泵漲了 泵漲了之後 它就會固定在這裡 變成就動不了了 不會流氣 這裡有一條藍色的線 這條藍色的線 這條藍色的線 其實它是故意加進去的 因為如果我們都不放心 在廳廢廢的時候 都不太肯定是否真的 會落到氣管那裡 那條喉 我們可以照X光 照X光的時候 其實這條藍色的線 特意加進去 X光照完之後 看到這條藍色的線 我們就大概遇到 氣候的尖尖的地方 去到哪裡 我們就知道 這個位置正確 就是多一重保險 可以檢查氣候的位置 我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Boris Johnson 已經第二天在ICU 說就說他不需要呼吸器 不過以英國進入ICU的數字 死亡率 差不多他好像Boris Johnson 那樣的年紀的人 進入ICU 就差不多只有一半人 可以出得回來 希望他吉人天上 最後一提一提 我剛剛開了Instagram的account 叫做Dr.West Kindergarten 有一些比較瑣碎的醫學問題 譬如說最近很多人會問 Ivermectin 寄生蟲的藥 是不是有效 因為不是太多話說 所以我都會拍一些 很短的影片 放在Instagram 大家有興趣 下面有條連結 可以卡進去看看 Instagram上高 都會分享一些 比較生活化的東西 貓片 或者生活的照片 今天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